我們剛開始知道這個題目是湯賢主在台北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看他的四個劇本 就是他那個四個夢 最有名的那四個 所以我們當看到那個南柯池的時候 其實最令到我們有感覺的就是 他除了講情之外 還有第二部分是講那個佛林 一個禪藝這樣子 其實他就講到他最後他看破這個世界的那個狀態 他就是 原來那個是一個夢幻 他那個是儀果 所以不是一個真實的世界他看到遇到的事情 所以這個是非常吸引我們的那個點這樣子 所以我們當時就是發展 從這個故事裡面去抄襲那個時段出來去做 那就是希望從一個信代角度去看待這個 這個我們信代人遇到的一些狀況 要在戲裡面我們一個信代的成語分可以這樣子講 他有遇到家庭的狀況 他有遇到他太太的一個情況 他有在經濟上的還有這個事情 去成語上的事情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詩裡面我們希望能夠 一個信代的角度去看待人 在這個現實世界裡面我們如何去去基礎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裡面我們談到就是 來找到勇格的那些理論這樣子 其實勇格因為他本身對一些佛教的 他對密教的東西要很有趣的角度去看待 所以我們能夠結合一個西方的跟東方的那些 思想元素去做我們創作的一個難本這樣子 所以就是你會看到剛剛好像片段就是很 很多傳統戲曲的角度這樣子 去做一個全新的演繹這樣子 那那現在跟傳統的部分上面 在做節目上面有什麼比較分別的地方 其實坦白講就是我們在找一個演員的時候 因為他們都各自覺得他們本位 不用說性格很明顯就是 一個經濟演員傳統幾十年的訓練這樣 那菲義是現在西方的訓練的演員 但是他們各自都有他們對另外一個角度的一個訓練 比如說性格他原來有做過一些 有做過一些現代語啊 有做過現代劇場的演出這樣子 那菲義呢 曾經因為在幼居場的時候 我們有這才是東方的比如說子古啊太子 所以他們在這兩方面的那個本身經驗上 有一個一個融合其實他們兩個是 其實我覺得好玩的 他們兩個碰上的時候 咦 它可以非常容易游走 反而沒有說 咦 我好像很有隔膜 反而沒有 所以非要是做東方的 這當然不可能是像是傳統演員 即使功力 但是它有一點點的那種味道 它新鮮做是現代的 也滿了它的個性 所以我覺得在融合上面其實沒有太大的困難 反而很好玩 一排之河嘛 好像是這樣子 那另外一個狀況就是 其實我們有一條線就是 會講到那個對話 這個對話要三次 這樣子 跟剛性經所講的就是 就是它對於西方的一些看法 或者是非對東方的疑問 所以在這個層面上就是 讓演員去講那個 關於表演上的一些事情這樣子 因為在湯仙祖裡面 他有一篇文章裡面 其實他有一篇文章裡面 他有幾篇文章裡講到 演員一個好演員是怎麼樣的 一個好的劇本還是怎麼樣 所以我覺得他對藝術 對於表演那個很深的體會 所以我們當我看到的時候 就覺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們就從這邊去拉出來 發展 所以我一直沒有找一個 西方東方演員 因為我們都覺得這個對話 是有一個 這個意義 一個延續這樣子 文章他就是 帶來了這個東西 然後他就有一個創意概念 就是說 這裙子把它剪掉 他也不知道要幹嘛 他就覺得說 剪掉的可能性比較大 就先有這個念頭 然後你既然剪掉的可能性大 我就開始 我們會去玩了這樣 所以這是你的idea嗎 還是 就是 設計師先把它剪掉 然後我們跟導演 就一起就想 有什麼話 因為你小的時候 你會在家裡拿媽媽的裙子 這樣亂套亂 他又演當衣服 又這個那個 其實就是發揮創意 像蓮子也是對不對 對蓮子也是 蓮子也是 我們玩那個很性感的東西 也是玩 然後這邊好像頭髮 那邊好像什麼東西 這樣子玩 對 那服裝 男生的服裝 男生的服裝 他是因為我是 傳統演員出身嘛 所以他做一個比較類似傳統的 但是又不是很傳統的 這是我們其實傳統裡面的內衣 他把內衣外穿 對 然後我們做了兩種 一種是這種很俐落的 另外一種是有水袖 比較浪的 也會有不同的造型 這樣 那剛剛在兩個海白片段當中 就是有很多 動心方融合的部分 可以給我們講 但是其實在電影演出當中 有沒有什麼就是 比較困難的 就是有比較有火花 火花很多啊 因為我們在玩的時候 我們就會 互相問對方很多奇奇怪怪的問題 然後有些問題是蠻尖銳的 但是呢 我們就知道對方是在想問什麼 因為問到問去 結果原來東西方遇到問題是很像的 從表演上面的 藝術追求上面 到遇到環境的問題 到面對環境 怎麼樣去調適自己變成 可以再繼續走下去的 聽你怎麼問的 其實我們到現在還不知道 我們被問什麼 因為我們在台上 那個問題 不是我們自己出的 是他們出的 來看表演就知道了 來看表演就知道了 會問什麼問題我們都不知道 好 那當然就是我們在台裡很好笑 有一次啊 他就因為就是 有一個玩樂 有一段片段很好玩 我們今天 我剛才在後台就想說 哎呀 沒有呈現這一段 那都很好玩喔 就是我們剛彈完我們的基本功 對 他彈他作為傳統演員的基本功訓練是什麼 對 然後我彈我作為西方演員的基本功是什麼 然後之後我們就說 我們就來一段表演 那來一段表演有沒有 裡面有餐長很多 對 有一次我就跑起原唱 我就說 老公你看看我買了三副窗簾 等等等等 跑去原唱 然後我就 做芭蕾舞的 他就跳起芭蕾舞 我就笑到粉紅 沒有辦法繼續下去 我就 對啊 對啊 滿好笑 這都是吉星的 對 那 方便就是玩一下你唱說的那個片 哈哈 笑一下好不好 他很好笑耶 我覺得 這個還是不錯 來看考驗嗎 我給觀眾一點點很刺激 又沒有人要來看啊 對不對 要不要欠唱一下演唱 其實 我剛才做也有嘛 對不對 就是他 他用戲曲的方法 然後我就用一種 餐雜的方法 我先走台庫 然後再跳一個芭蕾舞的小跳 然後再去寫毛筆 就是 因為我覺得西方很 像我們這一代的 演員很mix 就是 非常參雜 就像你 你是絕對是喝芭蕾跟吃麥當勞的 就是你是很mix的 然後你是聽嘻哈的音樂的 搞不好現在 年輕人不會踢腿 他不會練武術 他不會渣馬 可是他就會在 他是在結局上 Pumpin 對 可是Pumpin這個文化是來自誰 其實 他其實是來自 老美 或者是 對是別人的文化 對 對對對 那像在我身上 你就會看到 很mix的東西 我覺得 對不對 好 不錯啦 好 來看 來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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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